有请主持人 赵串 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躲进天津卫视的 大型情感节目 爱情保卫战 看看今天请来的几位 老师他们是谁 著名的媒体评论人 余波红 余老师 欢迎波红兄 著名节目主持人 沙娜老师 欢迎沙娜老师 影视演员贾小陈老师 欢迎贾老师 许位老师 欢迎许位老师 来吧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 今天需要帮助的 这对嘉宾朋友 遭遇了怎样的情感困惑 各位请看 恋爱初期 她温柔体贴 但不知道为什么 现在的她 就像一个定时炸弹 总是莫名其妙地发脾气 部分场合 还特别难哄 我承认我脾气大 但都是因为 我觉得她心里 现在越来越没有我了 很多时候 都不顾及我的感受 对我漠不关心 她总是挑我的毛病 就算有时候 是因为我的疏忽 但也不至于这样 一直这样下去 谁能受得了 我真的接受不了 她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我不知道现在 她还爱不爱我 有请这对情侣 有请 男嘉宾小鹤 21岁来自河北学生 女嘉宾小李 23岁来自河北学生 欢迎两位 你是把定时炸弹 带到我们这儿来 想在这儿炸 是这意思吗 因为我觉得 她脾气 有时候很不稳定 她每次生气气来 我都会很难哄她 这姑娘一般 愿意为什么事生气啊 就上次我们逛公园的时候 一个女同学 给我发了一句 发牢骚的话 然后她就直接 让我给她删了 你也不了解了解 你也不问清楚了 她跟你发的啥呀 我让你给你删了 那个女生给她发 我好难过 因为这个女生 家是外地的 没有几个朋友 之前我们几个 在一块玩的挺好的 她跟你发那话 就有问题 她要是有什么事的话 她可以直接跟你说 我今天怎么走了 就给你发一句 我好难过 什么意思 让你过去晚上陪陪她 所以女生可能觉得 你跟这个女孩子 交往过密 是这意思吧 删了吗 我当时没有删 然后她就坐在一边 不出话 她说她对眼泪 然后我当时 就心里边一着急 我就直接掏手机 给删了 然后那个女生 她就不知道怎么回事 她就给我打过电话 然后我一接电话 她生到一个女生声音 她就把电话接过去了 我接了电话 我说 喂 您好 你找谁啊 她说 她找她 我说 你找她有什么事吗 然后那女生就支支吾吾 说 啊 那没什么事 我说 没什么事 我说 那就挂了吧 就挂了 行 那这个事 后来怎么解决了呢 最后我就给删了 我也不好意思 再去联系那个同学了 还有一次 也是因为这么个事 我俩就是平时在一块 也是经常在一块玩游戏 然后她就有一天 她去打我那游戏账号 发现我游戏账号上 有一个女的 好朋友 以前介绍打游戏 完了之后 他们建立了一个亲密关系 我把这个关系解除了吧 我也没有说 让她把那个女生给删了 然后她就不乐意了 说我不删 我说为啥呀 特别重要吗 怎么着的 她说不重要我也不想删 你凭什么你说 让我删了我就删了 对呀 我也是这么琢磨的 好组队嘛 对 重要的是她的态度 我说让她给她删了 她就直接跟我说不删 男生想 谁还没个脾气是吧 男生你让我删 我凭什么删是吧 当时游戏里边 亲密度分为三种 一种是情侣 情侣之间建立 还有一种是闺蜜之间建立 还有一种就是 普通的好哥们好朋友这种 她当时也看到了 我跟那个女同学建立 就是普通的那种好同学 她就非得让我也删了 你介意的是跟朋友的程度 她介意的是你的态度 就是说这事儿 想看态度 对 是不是这意思 对 这也不会发谎 还为什么发谎 还有一次也是 我在超市里边去看甲鱼了 然后她就打电话 她就跟我生气了 你一说这我就生气 那天去光超市 就已经要出来了 我说我要去个厕所 也就两分钟的事儿 我出来我就瞅了 没有人影了 我就不知道上哪儿去了 打七八个电话 她都没有接 我当时我就特别着急 后来过了得有十来分钟吧 她给我回电话 去看乌龟去了 当时是这么回事儿 她去卫生间了 然后她跟我在一块 逛超市的时候 她总带我逛一些 就是他们经常逛的 我从小我就喜欢 看甲鱼之类的 然后我说趁她去卫生间 当时手机是因为静音了 我没有及时接到她的电话 你是绿洞吗 你看甲鱼看那么半天 那你把我手机接通了之后 你得听我解释吧 你得听我怎么跟你说吧 我更生气 你为了看个乌龟 完了之后把我撇一边了 好 我先纠正一下 乌龟和甲鱼是两种动物 您说的道理是乌龟还是甲鱼 我也不知道她到底看的是啥 在女生概念里面好像特色太轻 你十几分钟不见男朋友 生那么大气干嘛呀 我生气是因为 我觉得心里就没有我你知道吧 你有没有想过她为什么 就你上厕所这么一点功夫 她就要去看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小伙子说了个前传 是我上超市都陪她要逛的那些地方 对 对 从来你没有那个 她好怕你啊 我要这么一听 我当时就是没有想到 就两分钟的功夫 她就已经看不见人了 就在外边等了一下嘛 就我想牵你的手 结果两分钟 你就跟甲鱼牵上了手 是这意思吧 行 咱看了后书 没事 当时嘛 她给我挂了电话了 然后我就去追她 我看到她在这个超市门口 她也看到我了 然后她就往外跑 我就追她 就追不上她 姑娘玩意要哭你看 没有 因为当时比较生气 就觉得她心里就没有我吧 李中感觉 就很残疑 左边画面是个甲鱼 右边是自己 但是我们可以感受到 女生的这种委屈 可以理解 而且这种事 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我恐高 不愿意去做那个激流运进 你还非要让我跟你去做呀 有一次我们俩也是出去玩 就是去天津的那个 方特游乐园嘛 我俩之前也是说了 这次出去玩就好好玩 开开心心的 我说我想玩那激流运进 她说陪她去玩玩那海盗船 然后她再去试试那激流运进 结果从海盗船下来之后 她就不陪我去了 吓着了 对 我就是特别恐高 从海盗船旁边的小孩都没什么事 我在那裤子乌壤的 然后最后她下来就跟我说 走啊 走啊 我当时有信仰 我在海盗船上 我都吓成这样一样了 她让我陪她去 一点都不长心 当时她就跟我生气 我哄她也哄不过来嘛 哄过来她一甩包 她就往外跑了 走了她也没有追我 我特别关注的是 然后怎么解决的 这个事怎么挂的句号 然后后来她又给我把电话打过来 后来我觉得 我可能就是稍微有点激动吧 然后我就给她那个 回过电话去了 回去了之后还不算完 我的学生证跟她身份证 全都放在她那个背包里 学生证已经被她撕了个粉碎 还带来了 不是粉碎吧 后来我不是给你粘的吗 不是 主持人 你看我给她粘的多好 有鼻子有眼的 啥也不差 确实是你给我粘好了 但是确实是你 也是你给我撕的吧 你这粘贴技术可以 是吧 干红的 我的天 根本看不出来 你知道吗 虽然是后期给我粘好了 但是粘好毕竟 你那会在她身边 才能把你撕了你信吗 所以你这个 但是我们说归说 在那个年龄的时候 大体这样情侣之间的事太多了 就是这样 都会这样 要不然怎么叫谈恋爱呢 所以男生是觉得女生脾气大 或者叫情绪不稳定 女生是说 我之所以这样 是因为你 我觉得你并不在乎我 它是有因果关系的 是这意思吗 而且这还不算 有一次是我胃疼 然后我俩也是 就是先玩了一会儿出来 然后我就说 我说我有点难受 我说要不我回学校吧 他就说非要带我去看手机 非得要去 我就跟他去了 他当时也是跟我气了一道 脸搭了一道 然后结果到商场 我说你看哪个款鞋什么的 结果他就从旁边直言不语的 还脸特别红 特别拉 这给心理落差很大 对 当时 女生是我病了 你还带我看什么手机 对 虽然说就是 我需要休息 他给我买手机吧 我心里确实挺高兴的 但是我就特别不明白 你说那手机店 又不是明天就关门了 你知道他是怎么想的吗 你怎么这么矫情啊 我为你好 我要给你挑一部手机 对吧 对 兴冲冲的 我就想得到你的夸奖 结果你还给我拉脸子 行 就是你讲了这么多事 我现在可以理解 为什么一只小甲鱼 会引发那么大的血爱 就是 确实是这样 日积月里他会比较 我们找他的根源吧 对 女生越说越委屈 男生还有 你要诉苦的呀 他吧 他就是上来脾气 真是脾气太大 有一次他去济南找我 我去济南实习嘛 当时确实是因为我迟到了 晚到了半个小时 我当时跟他说 我说济南路况有点差 然后当时又是因为 赶上下班点比较堵嘛 那天正好是赶上下大雨 我是六点到的车站 他六点半的时候他才到 其实我也没有怪的 因为很正常嘛 然后我在那个 售票厅的外边 那块儿走着他 他就打电话跟我说 你上那个哪儿 进站口那块儿 去找我吧 我就在那儿呢 我一听我很纳闷 因为我第一次去嘛 而且车站人量又特别大 我不知道哪儿是进站口 我说我不知道 我就在那个 后边售票厅那儿呢 要不你过来吧 而且当时开的那个 未知共享的嘛 你直接过来找我 我不就得了嘛 他就不 他非要站在那儿 然后让我去找他 因为当时我确实是 晚了会儿嘛 晚了会儿我就跟他说 我说咱俩就已经晚 晚见了这么长时间 我平时是比较珍惜时间的 我就说他找我 没有两三天 我就希望把所有时间 就我俩能在一块儿 尽快地汇合嘛 这么大济南站 就有站前广场嘛 我站在站前广场 正中间 对着上边那个大字 那我能飞起来是吗 我能看正中间是那个 当时人那么多 你也不用飞起来 当时是下雨嘛 人人都举着一旋 还这么多人 都乱跑什么的 当时挺乱的 然后我说 我说当时你 就来这战前广场 一眼就能看到我了 不是不是 你是把自己想得太北岸了 怎么能在那里 怎么就你站人家里 就是你觉得我正对着他 但是这个方圆 已经就不知道多大 你就接人家一下有什么 对啊 当时我还拿着行李 我还打着伞 后来谁生气了 后来你知道是因为咋着 他才接着我吗 他就在那站着就不动 你快过来吧 快过来吧 怎么怎么着的 然后我就往前走了走 因为我不太认识 我就往前面走了走 然后我就看见那个 就好多人 然后我瞅见他 好像在那转圈一转的在那 我一瞅见他 他也看见我了 他才过来 你不是这事没事了吗 但是他是生气了 因为他生气一事 他生上来很难哄很难哄 委屈啊 对我说走咱回去吧 回去然后在道上 他跟我生了一起的道 当时下雨嘛 我从后边举雨伞 他不举着雨伞 他往前跑 让别人看到 你说说男生举雨伞 从后边追一个 不打雨伞的女生 咋的呢 就当时那种感觉很尴尬 他觉得自己这样丢人 不是挺浪漫的吗 然后到前面有一个炸鸡店 他说想吃炸鸡 我说我走带你买去吗 他就在那儿跟我 嘿嘿嘿嘿嘿 我也不知道他 嘿嘿骂了他 我是不想很严肃地去哄一个女生 我就希望 你直接给他弄两块炸鸡吃不就得了吗 当时炸鸡是在等着人家做呢 你就看着他 别说话这种情况 为什么呀 当时我就想哄得开心嘛 这次找我又是很不愉快 半天都没有活过来 他还不是因为你不在乎我的感受 这次你来干嘛呀 我觉得他是脾气特别难活 然后呢 我是继续处下去还是不处啊 他要来吗 对他是要来 你也可以不来呀 他要来我就尊重他嘛 我跟他一块来 把这件事说清楚 看他是什么个态度 就是说他要说咱继续 咱可以继续 就这脾气也能继续 他要说不继续 咱也接受不继续 是这意思吗 他要是 真是跟我 没什么可继续走下去了 我也会尊重他 你也会尊重他 所以我问你为什么来嘛 别认为说 要来的那一方就怎么着怎么着 陪来的那一方态度其实更重要 说白了就是 你看着办 对吧 也不是 那你回答我 他要还是这样 不改 你还跟他处下去吗 那如果我也是这样 你会一直跟我 你别问他 我问你的态度 我会 就是这样你也认了 是这意思吧 对 那只是一个小抱怨 是这意思吗 对 你会对他不离不弃 只要他不说你走开 是这意思吗 对 男生给了个态度 这是你来想要的吗 但是就是如果说 又敷衍 然后也不是很 理解我的内心的话 我觉得这种感情不要也罢 就如果他不能改的话 那说什么都是没有用的 这个女生在爱情的态度是特别清醒的一个态度 非常清晰的 就是这段感情如果不是我想要的 或者我发现在这个感情当中我被不在意了 我宁可不要他 是这意思吧 更独立一些 男生 一次两次还好 如果就是 因为以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如果你总是这样的话 那谁都会受不了 不光是我 别的女生也会受不了这样 你不要替别的女生考虑了 就考虑自己吧 我们一起进入秋比特奔卷 年轻人有几个玩得好的异性朋友 其实真的是很正常 是老师 关键问题是他要掌握这个分寸和底线 把握一个度和边界就可以了 你不能一味地让他删除所有的手机当中异性朋友的联系方式 你一生气就把他的学生证撕了 哪一天你们结了婚一生气 你是不是会把结婚证也撕了呢 你看他今天耿耿于怀 到爱情保卫站把那本你沾好的学生证带到现场 说明什么 他把这一个事情搁在心里了 你们两个人恋爱已经两年多了 虽然做不到双方 在自己心里透明的像一张白纸 但至少已经知机知彼 知机知彼就要将心比心 有了将心比心 就有了很多的迁就 很多的包容 很多的豁达 也就解决问题了 男生懂了吗 懂了 我给你们的那个情感问题总结一个关键词 四个字 权力争夺 你看女生 女生就一直在刷存在感 你删 对对对是 是 对对 ost 同德 拉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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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来来来 我们听佳老师怎么说 其实我觉得女孩子 你太容易生 我们听佳老师怎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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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许总 我认为很般配的一个男生介绍对象 这俩人呢 那个男生提前跟我说 我们准备周末去天津 去看看海河挺好 从北京去天津了 我说行 好啊 那祝你们成功啊 等到周一呢 然后我就给这个女生打电话 因为女生是我介绍的 我说怎么样啊 呆了 我说那男孩很优秀啊 第一次你们见面 发生了什么了呢 我去天津了吗 没去 我说怎么回事啊 他这么着 我们定在了北京南站 那个男生呢 定说就北京南站的麦当劳 就这么一句 但你知道北京南站 有几个麦当劳吗 四五个 楼上楼下 好几个麦当劳 进站出站什么的 对对对 对了 他通过这个 定的这地点啊 然后呢 他发现这男生三个问题 不重视他 不细心 不体贴 他说我到南站之后 才发现那么多那个 麦当劳 到底在哪个呢 他分一下啊 然后那男生叫他去找 他说我在哪儿哪儿 也说不清楚 然后后来就没找到 然后女生是负气而走 然后得出这三点啊 然后我就赶紧去问这个男生 我说你去过南站吗 都没去过 他不找那么多麦当劳 好就定在那儿 所以不重视 没有提前去做功课了 对吧 这是他们第一次见面的分手 同样的 在你们之间也发生了 只不过没有分手 因为你们毕竟有两年的时间了 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的 你不改 这就导致了女生发脾气 因为她已经无法呼唤出你对她那种关注 她始终在说 你不在乎她的感受 你不重视她 对不对 她明明很累了 其实你非得还要去完成你们那个既定的计划 不体贴 即使你为她好 你是说因为她身体不好 想去给她买一个手机 然后能够让她心情好起来 但这过程当中你没有看出 女生的不舒服吗 不愿意吗 没有 我行我素 所以说当你这个男人不懂这个女人的时候 这是最严重的问题 你有没有花心思在这个女孩身上 我想是有过的 近期为什么懈怠了 跟那些我好难受的 我好难过的那个女生有关吗 不知道 为什么你变了 这就是女孩着急生气 以至于无法改变 感到自己很无力的状态 就会发脾气 懂了吗 如果是你认识到自己的问题 去改正 去调整 你再看她 脾气可能是越来越小 发脾气的次数可能会越来越少 都是因你啊 去更多地了解她 你就知道她为什么发脾气 找到原因 从自己身上去解决 我相信你们还会继续走下去的 就这样 好 谢谢曲总 其实这个生活挺有意思的 我觉得是琢磨 这么大谈恋爱 是不是都谈的这德性 是 是在座哪位谈得比他们更高级 没有吧 所以就是真的像伯鸿兄啊 像曲总 包括我们在说一些问题的时候 真的你能做到 那么从容淡定 加上说的成熟的时候 就是你经历了很多 可是你们现在就没有经历 就是一张白纸 那怎么办呢 现在的小朋友对爱的加法太多了 自然一些 男生和女生是有纯粹的友谊的 这个我认为是绝对有纯粹的友谊的 为什么女生会很在意 就是哥我 我也会在意 我们俩谈了两年多恋爱了 有一个女生跟你这么好 如果我们是一个共同的朋友 我觉得这很正常 对 但是居然我不知道 我的点是在这儿 对 我说这意思什么就是 就是所有的事情咱们顺着她走 别掰着她 就生活不较劲啊 你知道她累了 她胃不舒服 你让她休息嘛 这不就顺其自然了吗 我们老是要掰着自己的 所以我在你们的身上 我看到了现在很多那个年轻小朋友 谈恋爱的有意思的点 你掰得了她吗 掰不过她 其实说白了就是你也改造不了她 她也改造不了你 对 那如果想在一起 就是那个字接受 对于你们俩来说 最核心的就是接受 还要吗 你们自己考虑 我们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 虽然咱俩经历了这么多事情 可能有你的原因 也有我的原因 有些事是我做得很不对 很不好 导致你跟我这么爱生气 但是毕竟咱俩在一起 时间很长了 两年了 这很多年轻男女朋友做不到的 我希望你能留下来 你能跟我继续走下去 我也会努力地去 像老师所说的去吸取教训 慢慢地磨练自己 让自己变得成熟一些 我也想继续跟你走下去 我懂一个道理 叫千里之低 溃于乙穴 也许你认为很多 不重要的一些小事情 可能我会放大 但是如果说日积月累这样的话 好 时间到 谢谢他们跟我们的分享 谢谢两位 请回 请回 天使集前的观众朋友 欢迎下载 金月APP和万事达手机客户端 进入到天津卫视的直播聊天室 边看边聊 直播过后 也可以通过 金月APP天津FTV网络电视 万事达手机客户端 来收看本期的节目内容 我们来看看这些年轻人 自己的选择是怎样 请开门 我们是去年9月份结婚的 虽然结婚时间不长 但却有很多的矛盾 他现在变得越来越不上进 对我也很冷漠 我们完全不像一对新婚的夫妻 我们之间确实有些小问题 但根本没有他说我那么夸张 我也没有他说我那么不好 相反 我觉得他脾气很大 一点小事就对我唠叨 茶东茶西 现在我们的婚姻生活 和我之前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我不知道如果他一直像现在这样 我们的婚姻该怎样继续下去 让我们有请这对夫妻有请 熊先生24岁 来自云南兼职外卖员 刘女士27岁 来自云南保险业务员 有请两位有请 妻子来是说了天下99.99% 妻子常说的婚前婚后的变化 心里不舒服 说说吧 说出来就好 我们两个结婚才半年左右 他对我婚姻婚后变化特别的大 我就很头疼这个事情 就说有一次吧 我擦了车 事故是盼了我的权责 那我心情肯定是不开心的呀 回家来那我就玩了桌子一坐 我就没理他 我以为他看见我不开心 会要问我关心一下我 当时我没想到的 他给了我这么一句话 我好像没准理吧 因为他基本上回家 只要心情 他会有点不和好的 他就是这个样 那你就知道了 你就问问发生了什么事 不就完了吧 好吧 那我后面跟他说 我出了事情呢 我以为他会问我 有没有受伤啊之类的 好嘛 他来的是 车子伤得怎么样 他问那车子 他问车子去了 你知道吧呀 我骑死了 人都已经回来了 你身上又没受什么伤 那我脸上明白着都不开心 那说明我心情不好呀 我心伤啊 这不需要安慰我吗 这次我也拿着跟他说了 那他有一次他说想吃包子 我就说寻思给他做吧 我起来的时候是八点多钟左右起来 真好包子的时候九点过十分了 我到床前去叫他去摇他 摇醒了 他说好 懒压压的说一句 我就跑出去接着忙去了 忙一会儿忙到九点半左右 我向厨房门口又大声叫 我说起来吃包子了 还有好 孩子没出来吃你知道吧 我伺候大爷了真的是 我只知道你第一遍把我叫醒了 其他之后的我都不知道 叫醒了你不起来呀 因为睡得有点晚 睡得晚是什么原因 你自己心里没数吗 那游戏呢手机多好看是吧 好吧 一点钟左右起来了 过来就是这个眼神 你知道他怎么去看我的吗 我坐在他看着 然后转头就去蹲沙发旁边 又去打他的游戏去了 也没吃饭 后面我看到这样子 我自个儿就进卧室去了 在我进卧室他偷偷地跑去 拿了脸包子吃了 那你不跟我说话 你干嘛吃我真的包子呀 他这个人 我稍微起网一点 他都是不高兴的 我跟你说 不是你起床慢 我坐熟了 麻烦你起来陪我吃一下 这个态度的原因 那你没起来也行 你起来之后 跟我打声招呼总行吗 没跟我打招呼 我说你瞅着呢我 追我的时候 你知道吧 我说我想吃什么 就跑上去了 要么我说我懒得跑 他说想吃什么我给你买 就去了 现在你看看 我能来一句吗 当初你喜欢他什么了 在这个台上表现得不爱说话 愣了哇唧 也没什么 比如他出来吃饭之类的 看电影之类的 其实说白了就是体贴嘛 对吧 对 那你现在结了婚 怎么就不体贴了 人家的点就在这个地方 其实一开始 我认识他的时候 是在四月份 那时候他告诉我 就是他在做 2019年四月 对 他告诉我是在做那个厨师 6000块钱一个月 我觉得6000块钱一个月 在我们那里 是一个中上水平 还是挺不错的了 等到我正式跟他交往的时候 他又跟我讲 厨师我不干了 为啥不干了 因为之前就是 在厨师房里面做的话 就是做的时间太长了 想换个环境 对 后来做什么呢 后面他闲了一两个月吧 我就觉得这样闲着不是个事儿 我就跟他讲 我说你这样不工作挺不好的 好吧 他听我的意见呢 就找了一个防检的工作 他找了工作 我的烦恼又来了 为啥 天天上下班必须我接送 不接送就再也不去了 然后他上班8点半 我上班也正好8点半 把他送到的时候 有可能我上班也就差了十多分钟 等我再去的话就迟到了 所以我们公司领导天天咱说 小刘你怎么天天吃的好 你看你这个也吃到几次了 老点我的名 说了他也不理解我 我说让他坐地铁去 他也不开心 因为我们住的地方 离上班的地方的话 坐地铁的话 可能要一个多小时 开车呢 开车的话 也就是半个小时左右吧 你确定半个小时能到 每次一上车 像大爷一样的 坐位那么一游 往后一躺 OK 我开车什么都是我的事 孙子 这个是他婚后 还是婚前就这样 婚前 那你怎么还嫁呢姑娘 正中间出了点事情 是这样的 我跟他谈恋爱 才刚刚谈的时候 我生病了嘛不是 去医院做了个小手术 然后当时他在身边照顾我 医不解带的 天天照顾我 喂我饭啊之类的 但是我下地都挺难的 感动了 后来呢 后来天天接送他了 我也认了接送他 但是他干了一个月之后 他也不干了 因为当时准备结婚了 你的理由是要筹备婚礼 是吧 对 那接完婚礼 你那工作迟了 你那些钱呢工资呢 我送你总要有钱吧 我开车当司机也得给你工资吧 钱呢 一公月两千多块钱 每天买菜吃饭的能有多少 就单单平时他随便吃了一个水果 叫黑布伦 平均是五块钱一个呢 你吃的车粒子不贵吗 基本上每天他都在买 你说 你们夫妻俩现在已经为谁吃什么 谁 谁爱吃什么开始买 行 这不是等于就结婚了吗 对 咱们说婚后 他结完婚之后呢 他又说那工作不干了就算了嘛 那就给他重新找了 他说要去做外卖 当时家里没多少钱 父亲那边还掏了三千多块钱 给我们吃饭了一辆电动车呢 第一个月那时候他上班 跟你说早上八点钟就出去了 晚上九点钟才回来 一天平均收入在一百六到两百块钱 当时我心里挺欣慰的 可以了 那时候他回来的时候 我都好心疼了 我跟你说 干到月底的时候 他也跟我提出 他说我买个手机 他那手机原本也都用了一年多 挺卡的 他那个接单接电话什么的 都必须要手机 那我说行 你都这么努力了 有表现了 那我给你买个手机也无所谓 但买完手机之后 这事就变味了 天天抱到手机玩去了 这为啥又不干了呢 因为那段时间的话 一到过年了 有点不好送 但是别人也送呀 等于现在什么都没做是吧 他现在单独找了一个工地的 头天晚上他去了 第二天回来 那个手头是泡出来了 我在想第二天 他会不会坚持地去 他睡着了 又拿热水帮他擦了手 然后帮他捂了一下 可能他不知道 然后第二天我在想 他晚上会不会去的 你头完的工作 你手都磨出炮了 平时我都觉得他是挺那个的 后面他第二天 这样爬起来还是去了 我心里挺那个 现在倒是改了一些了 但也不知道 能不能 会不会像第一个外卖一样的 跑一个月 他又不干了我就 那您现在做什么 我现在还是保险 还在做保险 对 这么听起来 他是也在努力工作 是吧 你是怕他没有长性 是这意思吗 对 但是他就是不稳定 就工作还在设 行 那你有什么爱好呢平常 打打游戏啊 他的游戏不属于爱好的 属于沉迷 这个标准是 您怎么给划出来的呢 如果说是今天啊 没有事情 他可以从早上 八点钟起床之后 一直玩到深夜三点钟 然后第二天的话 他睡到第二天 十二点到一点钟 然后起床之后 有吃的 他一翻一下吃着 没吃着的话 他接着 坐在那里打游戏 以后可以打到下午这 我回来见到我 你沉迷到这个程度 不是说单纯的爱好 买装备吗 花钱吗充值吗 他 这次我都不想贴他的 我就说你不要充钱 他说绝对不充 但是有一天我就偷偷地 翻他手机了 就看到他的充值消息 100块钱三天 眼睛都不眨 他就冲进去了 我截图中截到我手机 第二天我就问他了 我说你没有充钱 没有 我说你真的没充钱呢 后来他就生气地跟我吼我 他就这样说 是啊是啊 我充钱了 咋够了 我充得钱咋够了 后面我说你充了多少吗 他就说没多少 我就鬼火了 我就把证据完了面前说 不就100块钱嘛 100块钱不是钱呢 那么多人玩游戏 哪个都会充在钱里面 那我问你的是 为什么不承认 他那游戏账号 绝对不是100块钱 为什么 他那个装备我看了一下 是限量而且要限时 不是说是摆在那个地方 明码标价 是要做抽 几十样东西放一块去抽的 是玩什么呀 王者 十几 我那个也没多好 你就是充了100多块钱 那个头盔 最少你也得抽五六次吧 你运气好也得 一次是多少钱 60币吧 还是120币 你自己兑换一下 他就这么往里面抽 哪个头盔的话 那背包呢 衣服呢 鞋子呢 枪呢 它不是说一整套的给你抽的 它是单个分接儿抽的 那张号我少估计也四五百块钱 你自己说有没有这价钱吧 没有 你看吧 就不承认 行这不重要吧 不重要 看直播吗 你看直播吗 会看 那你看这个吃鸡这个是看男主播的 还是看女主播的呢 男的也有 你确定啊 你什么意思啊 什么叫确定 他就看那个女生的 人家打游戏打得好 留不下来的 是不是我看下来的 怎么啦 那你干嘛给人家充钱呢 你是觉得她穷 还是怎么的 过不下去了是吧 看人家打游戏打得好 我随便充点钱去 怎么啦 那我问你 我针包子针得不好吗 照顾你生活 照顾得不好吗 我给你洗衣服裤子 照顾你照顾得不好是吧 那你怎么不见得给我砸伤一点啊 看电话也好呀你 她的工资是要交给您的吗 钱是您管 还是说夫妻双方的钱分开啊 其实我是这样觉得的 夫妻两个人在一块过热子呢 钱总得要有一个归属 管一管 那你总知道 她大的方向往哪走了 然后我们还余余多少 如果万一出些什么事情 大家有一个计划 对 家庭规划 对 我就说那把钱给我 每次跟她拿钱的时候 她叫跟我吵一架 拿是拿的 但拿的就是那种心不甘情不变的 要跟我吵一架 你说说我这心里面也不舒服呀 这是为啥呀 她一拿就要把我身上的钱 钱不能拿走 你确定全部拿走 我是把你烟钱 一天你问了你 你要抽多少的烟 你说一包 好 烟钱给你算好 我说你一顿要吃多少钱的饭 给你算好 算好了留给你 她就是非得跟我吵这事 好 总结一下妻子说的 虽然很琐碎 但是会发现 结婚之后 不如婚前更关心您了 对吧 对 工作您觉得 没有您想象的那么积极上进 对 您害怕他没有长性 未来收入不好 对吧 对 第三个问题是 先生喜欢打游戏 打游戏就算了 关键是他完全沉迷于游戏当中了 是的 是这意思吧 对 你对你妻子有什么评价吗 他这个人的话就是脾气太暴了 和气的话还深信多疑 啥意思 会查我的是什么聊天信息啊 什么交易之类的 然后的话他还不放家 不从认识他开始 基本上都是我在做 结婚以后也是你啊 对 都放这些基本上都是我在做 等于你就结婚了一半年 你就包了一次包子 你拿来就放大了是吧 那我 冤枉你了 兄弟 哎呀 你这个迷惑性太那个了 行我猜 那你今天来干嘛呢 就是让他改这些臭毛病们 老晚上叫他睡的时候不睡 我都睡着了嘛 他半夜的来了 然后被子一喧 然后往前啪 继续做 把我给整醒了 然后本来客人就浅了 第二天我也搞了 有时候我醒了之后我就睡不着 还有这毛病 让他早点睡了不睡 你看他前他也不守紧一紧 现在都结婚过日子了了 他还不紧手 我真的是就是这些毛病嘛 让他改一改 其实他为人嘛 其他都还挺好的 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听得有点晕乎啊 人是好的 就是现在这些毛病不好 人不咋地啊 按你说的 艰懒缠滑都占了 这男人不能要 他心善良良 我没看 这怎么叫心善呢 他 结了婚的男人 不挣钱回家 对吧 工作乱跳槽 还跟其他的女主播 不明不白 这男人不能要 你看平时 我不是近视眼吗 我近视挺严重的 像这种黑的地方 只要灯光一关 我一两眼一抹黑了 我们也看不见 你知道他就会有个习惯 就顺手就过来把我搂着 只能说他互工作得不错呀 这不是成为老公的标准啊 还是应该离婚呢 他还不是保护我嘛 你们家吵架 你吵得过你老婆吗 吵不过他 你想过跟他离婚吗 这倒没有 因为平时我也是尽量地让着他 而且的话我也 从追他的时候 我就没憋过 可是一样喜欢他 你确定你让着我了 你吵架让着我了 那声音那么大的火起来 甚至你是不是还怀疑 他私底下还有点什么 有一天我把他手机拿来 把他私房间给转出来了 他私房间有多少 二百四 二百五 二百五 一个男人就二百五十块钱私房钱 这也叫私房钱啊 你问问张川老师有多少私房钱 我特别骄傲地告诉你 我一分钱私房钱都没有 不信 不是 许总你有多少 我也没有 我告诉你为什么 其实我就因为觉得不必要有私房钱 打游戏我跟他不一样 我是不充钱的 你买什么东西你汇报嘛 你们家老公肯定不把钱交你的 对啊 所以就从另一个侧面说明 你老公觉得你不太会理财 对 那个贾老师管不管钱家里的 都是打到我这边来 凡老师的钱都往你那儿去是吧 对 因为他实在太不会理财了 其实我觉得管钱反而花的钱是最少的 我建议啊 钱都给他 没关系 我们也听明白了 还想过对不对 只是希望老公变得更勤奋更爱你 是这意思吧 对 听听老师们的意见 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来爱情保卫站 话少有两种 一种是平时不算言谈 还有一种是理亏 因为一个男人走进婚姻以后 他不仅有婚姻责任 还有家庭责任 这需要你主动去担当的 你看做一会儿这个工作一两个月 马上又转到另一个工作 他就担心又是一两个月 女性在婚姻当中 她是要有安全感的 你还是去反思一下 自己适合做什么 用行动来证明给他看 你对这个家庭是有责任感的 好吗 好的 我就感觉台上就是 这个男生的表现 就像一个儿子的表现 他并不是说 就像我有的时候也觉得 我的先生像一个小孩 但是我去关心他 照顾他 他有的时候也会回馈一些 我觉得可以依靠的东西 就感觉他有成熟的时候 但我刚才我就觉得 男生就是完全就是一个小孩 什么优点都没有 这个他可能不明白 我给你举个例子 我看品红老师在朋友圈里 有一条那个朋友圈特别好 他跟儿子打电话说 儿子妈妈想你了 然后他儿子说 我没有想你 他很失望 对 然后儿子补充的是说 想这是你们大人的事情 这就是儿子 那我们成年的男人知道 如果你的伴侣 或者你的很重要的人跟你说 我想你了 你哪怕是个虚位的回馈 你都是 我也想你了 对吧 这就是差异 差异 然后男生就感觉 特别依赖女生 就是上班也要女生去接送之类 结果后面反转之后 就男生原来还做家务 当时我是觉得 为什么女生不讲 这么重要的一点 但后来我觉得 就算他做家务 也是像一个 会做家务的孩子一样 所以整个你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 从头听到尾 我并没有听到爱情两个字 你们都没有找到爱对方的点 所以为什么那么快就结婚呢 就是为了前面那么短短的 你觉得男生的温柔吗 但我算了下日子 也就只有几个月 这几个月你能了解男生吗 你知道他的性格 或者是他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吗 你就把自己交给他了 而男生呢 川哥问你 觉得女生最大问题的时候 你说他的脾气太大了 其实我从头到尾 觉得女生脾气并不大 反而我想到一句话就是 一个不好的婚姻 会让一个本来脾气好的人 变成脾气不好 他为什么结婚之后脾气不好了 跟这个婚姻的好不好 有直接的关系 而你呢 在这个婚姻里面 你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你应该是一个丈夫的角色 但是你给我看到的 你像一个儿子 所以你的问题很大 你们两个人认真考虑一下 你们是不是要 真的要走下去 谢谢 好 谢谢贾老师 来 曲总 好 贾老师敲了个警钟 但并不意味着你们没有爱 仔细听了他们互动的这个内容 我感受到了很多的爱 最让我感动的是 女生说 男生去工地上 特别辛苦的手上磨了剪子 对 然后晚上她睡着了 给她用热水洗 她说你可能不知道 同样 你在生病的时候 被她照顾你的事情感动 所以认为她很好 她不是那个真正能像 你想象能那么强大的男人 但是她有她的好 她第一 爱人 第二 她会为你去做出改变的 曾经她有过 因为筹划婚礼 她就辞了那个工作 对吧 做了一段外卖 因为特殊原因停 但是她现在晚上 每天都去工作 她是有潜力的 但是请你不要太着急 着急就会发脾气 你们是相爱的 记住这一点 蓝生你再听我说话吗 嗯 好 所以你在听我说话的时候 就如同生活当中 就要去专注她的话语 比如说刚才我听到她说什么 她这来电舞台今儿为哪个目的 第一 你早点睡觉 第二 少花点钱 多挣点钱 你不能永远是那个孩子 你要站出来 需要一个男人应该做的事情 必须得男人来做 懂了吗 多关注你身边的人 多去给她一些温柔 体贴 男人的体贴 同时呢 在外来多挣一些钱 另外 你的钱全都要交给她 懂了吗 你在管钱方面 你一定要相信 女人的能力是更强的 好吗 我很看好你们俩 只要加强磨合沟通 记住了啊 加油 谢谢徐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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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俩出来的时候啊 我一看你两个人 我说应该很幸福 就是点小摩擦 这个女生得多弄夸张啊 因为一件一件的事 你有点生活常识 你知道怎么回事 就是她已经开始 做出鬼表情了 一个在生活里面 被老公已经磨得不行的女人 做过这种表情 其实说明她日常的生活 有抱怨 但不是不幸福 现在的小孩想 当然说很多工作很轻松 使其任何一份工作都是苦的 我那天跟周群老师还说 我说我们俩这个 不想干主持人 想干了很多事 其实都没成 就基本都属于 偷鸡不成 翻身一把米啊 这个对 后来发现说 好像还是干这个行 守回自己的本行 坚持会有成 而且那是因为家庭的需要 你选择了结婚 你得努力工作吧 这是个人基本的本分嘛 人有的时候 确实是需要牺牲的 家庭生活 你真的要牺牲很多 革目的家庭 好的家庭 其实都是有牺牲的 要牺牲自己的个人爱好 因为你要有时间 更多的离家里 有的时候会牺牲掉自己 类似于咱们说的什么 骨气啊 义气一类的东西 要考虑到这个家 还要好好的过下去 日子还好好过下去 这就叫老师们说的 成熟和成长嘛 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 家里你的时候 我们什么都没要是吧 一无所有的 我觉得你只要 以后努力拼搏上进 这些都没有钱也无所谓 我会陪着你 但是希望你能给我看到未来 还有就是 你能多理解一下我 你不像你现在没上班 没有经济的时候 我每天有多愁吗 你老说我脾气不好 我心里面的焦虑 从来都不知道 多关心一下我 希望你能 我一再不你 我不会喜欢你 但是的话 也就是 希望你的脾气 还是不改一下就行了 学大姨也没什么 请量动吧 贾老师说的特好 好的婚姻可以让 不好脾气的人 变成好脾气 不好的婚姻 会让一个好脾气的人 变成一个糟脾气 一个男人 一个已婚男人 如果自己不去好好工作 而让妻子在内心焦虑说 这个人为什么不好好工作 你觉得他是一个成熟的男人吗 这就是他回答了你 我为什么最近脾气越来越大 因为我觉得你在工作上越来越不上进 我看不到希望 但是我又爱你 你让我怎么不交易 谢谢两位 请回吧 谢谢你 观众朋友我们节目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02223606301 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可以拨打我们电话 我们不收取任何的废物 小心被骗 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吧 请开门 那妈妈那个眼神啊好犀利的 来来来谢谢 你为什么嫁给他啊 是觉得他老是好管吗 说实话 那是为什么 踏实 踏实 你娶到他是不是觉得跟娶到女神一样 说实话 对 来我们见证回去对夫妻的爱情保险自己 就会为了你拒绝一切烟火 祝你幸福 谢谢 谢谢你的收看 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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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